大家好,我是嘟嘟 大家好,我是彼得舅舅 今天我们来做咖啡蛋糕 成品香喷喷,软绵绵 不用烤箱,用蒸的就可以 很容易做,大家可以试试 好吃,一起来吧 这是这食谱里用的咖啡 盆里倒入热水 放入个料理碗 倒入三合一,即融咖啡一包 二克雀巢咖啡两包 鲜奶或淡奶50毫升 拌匀 咖啡加热后,才会散发浓浓香味 好了,先搁置一旁备用 这时候,盆里水温约50-60度 放入个大料理盆 再敲入三个鸡蛋 搅拌机高速将鸡蛋打发 可以滴入几滴白醋 打发的蛋糊比较稳定 在蛋液打至起大泡时 再将100克蔗糖分二至三次加入 用蔗糖,成品色泽会比较好看 当然用白砂糖也可以 100克蔗糖,甜度适中 不建议再减糖量 打发蛋液煎中 记得将粘在盆边的蛋液刮下 再继续将蛋液打发 全程高速打发8-10分钟 打至蛋糊表面出现波纹 打半气提起 蛋糊呈现小钩 挂在打半气的蛋糊 不轻易留下 好了,这样就行了 这时候,蒸锅里可预先煮开一锅水 在预先备好的咖啡里头 加入15毫升植物油 125克普通中筋面粉 这是整个咖啡蛋糕食谱的面粉用量 先在咖啡里头勺入四大匙 拌匀 接着再勺入约四分之一打发的蛋糊 拌匀,让咖啡糊变得比较轻 一会更容易与剩余蛋糊拌匀 剩余的面粉与拌匀后的蛋糊 分三次 间隔加入剩余的蛋糊内 在拌面粉时 力度不用特别放轻 只要蛋抽尽量不离面糊 这样蛋糊就不会消泡 好了,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用枝刮刀将盆底蛋糊 彻底翻拌一下 确保蛋糊完全拌匀 预先备好一个6寸方膜 里头垫好烘焙纸 再将蛋糊倒入 用力震几下 震出面糊里头大气泡 水开 将蛋糕生坯放入蒸隔内 抹干锅盖里头水蒸汽 盖好 大火蒸25分钟 时间到 炉火转小 直接开盖 膏体正中插入竹签 竹签不沾上面糊 说明蛋糕熟透 蛋糕连同烘焙纸整个 从模具里取出 放在个底下加空的垫子上 带凉 成品必须完全冷却后 才可切件 成品非常蓬松 香喷喷 软绵绵 嗯 太好吃了 是的 在不受风的情况下 用个密封盒收好 隔天一样松软 一样美味 不需重蒸就可以直接享用 蒸咖啡蛋糕 希望大家喜欢 视频看到这里了 就请帮我们点个赞好不好 订阅分享给您的朋友们都可以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嘟嘟来了 大家好 我是彼得舅舅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茶果新做法 咸香美味的五香果 这是舅舅在网络上第一次分享 无论是趁着清明节祭祖 或日常荡城早餐或下午茶糕点都很棒 还请大家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您的朋友和我们都会感谢您 虾米40克 清洗干净后泡软 干货内倒入约100毫升食用油 80克小红葱切成薄片后 倒入货内 中火爆香 谢谢大家 咸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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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